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the channel, Manmik her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watch this video. ZT-703F游泵 游位传感器拆装视频教程 准备工具 挑针、十字P、4号内六角 T25梅花内六角 戴中孔的T45梅花内六角 10号T杆套筒 取下坐垫 使用戴中孔的T45梅花内六角 拆下固定油箱后部的两颗M8乘以25的螺栓 按视频方法拆下油箱左、右装饰罩 使用4号内六角拆下油箱锁上的6颗M5乘以30的螺栓 使用挑针拆下油箱装饰罩下方的一颗膨胀钉 将油箱锁的接头从县家处取出并拔出接头 然后取下油箱装饰罩和油箱锁 使用T25梅花内六角拆下包围内饰上的两颗轴尖螺栓 按视频方式拆下油包围面板 拆下油包围下部的一颗轴尖螺栓 拆下油包围上部的一颗膨胀钉 使用内六角工具拆下油包围下部连接固定支架的两颗膨胀钉 将油包围下部的扣位按视频方式稍微掰开 使用十字P拆下油包围上部的一颗自宫钉 按视频方式拍开部分又包围上部的口味 稍微抬起又包围上部后 使用T25梅花内六角拆下包围内饰上部的一颗轴尖螺栓 按视频方式将左包围面板拆下 使用T25梅花内六角拆下左包围下部的一颗轴尖螺栓 使用内六角拆下左包围上部的一颗膨胀钉 使用内六角工具拆下左包围下部连接固定支架的两颗膨胀钉 稍微掰开右包围下部的扣位 使用十字P拆下右包围上部的一颗自宫钉 按视频方式拆下左包围上部的部分扣位 使用T25梅花内六角拆下左包围内饰上连接支架的一颗轴尖螺栓 使用T25梅花内六角拆下左侧包围内饰上连接支架的一颗轴尖螺栓 将左包围下部掰开至合适位置后找到碳罐位置 将碳罐挪到合适位置后拔下碳罐连接油箱的橡胶管 将油箱尾部稍微抬起后往后移动一小段距离 将油箱微微抬起后拔下油泵开关 油位传感器接头和高压油管 注意 高压油管需按住卡扣后再往外拔 最后取下油箱放置在干净平整位置即可 使用10号T杆套筒将油泵9颗M6螺栓拆下 将油泵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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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10号T杆套筒将油尾传感器4颗M6螺母拆下 将螺母取下 按视频方式拆下油尾传感器 将油尾传感器密封垫取下 ZT-703F油泵油尾传感器的安装 将油尾传感器按视频方式装回 将油尾传感器设计 将油尾传感器4颗M6螺母装回 将油尾传感器4颗M6螺母装回 使用10号T杆套筒将固定油尾传感器4颗M6螺母打紧 按视频方式 按视频方法将油泵装回 使用10号T杆套筒将固定油泵9颗螺栓装回 按视频方式先对角预紧 再对角打紧防止漏油 按视频方法 螺栓需要紧固两边防止漏油 将油箱装回空滤器上方 注意 安装时需注意两侧覆盖键不要划伤 稍微抬起油箱后依次将油泵开关 油位传感器接头和高压油管接回对应位置 将两侧包围分别往外掰开一点位置后 将油箱往前安装直至油箱尾部安装孔 对准车架上的安装点 注意 安装时需要小心不要损伤覆盖键和油箱漆面 检查前部安装孔是否对齐 将前包围内饰连接油箱的两颗轴尖螺栓装回 检查油箱锁下面的电块是否漏装 孔位是否对齐 将电子油箱锁的接头接回油箱上 并将线数固定在线加对应位置 注意 整理线数时不能压线 将油箱装饰罩和油箱锁装回油箱对应位置 将油箱装饰罩前方的膨胀钉装回 将固定油箱锁的6颗M5乘以30的螺栓装回 将油箱后部安装点的两处垫片装回 使用两颗M8乘以25的螺栓 将油箱后部固定住 将车辆右侧包围内饰连接支架的轴尖螺栓装回 将右侧包围上部的扣位安装好 注意 右侧包围上部尾端的扣位必须安装到位 将右侧包围上部的自宫钉装回 将右侧包围下部的扣位扣回 将右侧包围下部的一颗膨胀钉装回 将右侧包围下部后方的一颗轴尖螺栓装回 将油箱又装饰改装回 注意 须将前面扣位扣好后再安装后面扣位 将右包围下部连接固定支架的两颗膨胀钉装回 将右包围面板按视频方式装回 将脱落的护杠胶塞装回 按视频方式将油箱上的废气管接回碳罐后 将碳罐固定在空氯器左侧进气枪上 微微抬起左包围上部将底衬连接固定支架的轴尖螺栓装回 将左包围上部的扣位 将左包围上部的扣位扣回 注意 左包围上部后侧的扣位必须安装到位 将包围下部整理好 使用十字P将左包围上部的一颗子宫钉装回 将左包围下部的扣位 将左包围下部安装到位并检查缝隙是否合理 将左包围下部后方的一颗轴尖螺栓装回 将左包围下部的一颗膨胀钉装回 将左包围下部连接固定支架的两颗膨胀钉装回 将油箱又装饰盖按视频方式装回 注意 必须先扣入前方扣位后再安装 将油箱左包围面板按视频方式装回 最后将坐点装回即可 请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